我還是在這裡呼籲 我們的專家學者 他們都是來自一界 或者是一些很權威的科學家 他們還是秉持他們的科學良心 來省這樣子一個到端的EUA 我們也不要政治去指揮 這樣子一個國產疫苗 我覺得讓它很健全 很健康的去發展 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國的生技的發展 才是一個健康之道 這個食藥署所謂的 這個審查的委員 到底是為什麼每次都要 是額外都聘呢 還是說市政期到了 我覺得這要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你越是把它搞得烏煙瘴氣 搞得很複雜 那老百姓聽起來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不是跟高端 真的有什麼樣的護航 其實全世界他們怎麼去 城市去解封呢 大概有一個很重要的KPI 就是那個疫苗的普及率 好疫苗的普及率 大概要達到六成到八成的 這樣子的一個群體免疫 那這樣子的一個解封 大家因為一旦解封之後 大家開始走出來 昨天我有講嘛 就一旦在開放的話 它那個會flat up 就是會再飆上來 一些報復性的出門 或報復性的旅遊 這些都會出現 所以大概疫苗 我想大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解封的一個參考值 其實我早看到這個聯合報的這個食藥署署長的解說 他說每次會議都會重新聘一些人 我也覺得很納悶 因為其實大家每個部會都有這些委員會 譬如說內政部的都市計畫審議的委員 其實都是有任期制 大概就是聘進來之後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大概都可以任期兩年嘛 就算是衛福部裡頭的那個健保署的 省健保的一些委員 也是都有兩年的一個任期 那到底是任期到了還是怎樣 不過這個食藥署署長 他是說每次都會另外聘 所以這樣子 事實上就是食藥署的要出來講清楚 那再來我想還是高端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我想全國都會支持說 我們要發展自己的國產疫苗 但是也不要去壓秒助長 就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對這件事情也不公平 也對高端也不公平 因為社會上就會開始去爭論他 他到底是不是有得到什麼樣的特權 所以我還是在這裡呼籲 我們的專家學者 他們都是來自於醫界 或者是一些很權威的這些科學家 他們還是秉持他們的科學良心 來省這樣子一個到端的EUA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也不要政治去指揮這樣子 一個國產疫苗 我覺得讓他很健全很健康的去發展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國的生技的發展 才是一個健康之道 那第三點我還是要去呼籲一下 這個食藥署所謂的這個 審查的委員到底是為什麼每次都要 是額外都聘呢 還是說市政期到了 我覺得這要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你越是把他搞得烏煙瘴氣 搞得很複雜 那老百姓聽起來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不是跟高端真的有什麼樣的護航 或許他沒有啦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政府要來講清楚了 而且現在剛好立法院修會了 我們在最後的協調會裡頭 我們都說我們都希望這樣子的高端的EUA的一個這樣的審查 過程要公開透明 那這時候我也希望 我們的食藥署我們的CDC指揮中心能夠讓他公開透明 讓大家都知道這樣的一個審查過程是怎麼得來的 免疫俏接這個當然是醫學上面的專業啦 那我覺得第一個當然很多的我們叫做實證醫學 實證醫學就是說好人家都認可都在用了 就比如說FDA或是歐盟的C醫 他們都認可的東西 這當然大家會比較安心 但是你提出一個新的方法 還在實驗當中 我們也覺得很好 但是呢 要能夠想盡辦法 要能夠得到一些民眾 跟甚至一些專家學者的一個認證 所以免疫橋接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彈在陽光下 讓大家專家學者來共同認定它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美國FDA 或是歐盟的這樣子的一個 醫藥的一個專家要能夠得到認證 我們才會能夠去相信它啦 拜拜 哎呀 拜拜 拜拜